嗨,大家好,我是杰杰,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主要是去日本桥以及它的周边观光游玩 首先我们已经来到了神田站附近 这座万事桥来看一下 它以前其实是一个车站,叫万事桥站 从明治末期到大镇前期 它是属于日本非常繁盛的一个地方之一 它的车站景观也非常壮观,非常美丽 现在在这个红砖瓦的高架下改成了休息餐饮等设施 现在大家随我一起去看一下吧 在高架的桥洞下 它装饰成一个一个非常美丽的小空间 有造酒、喝酒、卖酒的地方 这里是供大家办公休息的地方 如何利用它都有说明 还有可以充电的 一个月如果是定额付1万元的话 就可以随便自由使用 这里还有自住咖啡店 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最深处还有一个很大的房间 供大家休息 环境非常优雅 然后走出室外 你就可以看到神田川 晚上的景观 特别迷人 然后上二楼 你还可以看到以前 上车的地方 嗯 蛤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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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以前的后车室 新幹線 这是旧的万寺桥站 它里边有休息的 然后从神天站 徒步去日本桥中 还碰到这样一家 桥卖店 排着很长的队 以后有机会一定去吃一下 大约徒步十几分钟 就可以走到日本桥 非常近 我们已经来到了日本桥 它到什么地方 都是以这里为零计算的 这就是一个道路的圆标 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到横宾寺是29厘 甲府寺是131厘 这是厘还是什么 千米吧 公里 东京市道路圆标 就是在这里哦 现在我们就走在日本桥上 这上面到下面 下面有一个标志 这就是日本桥 它当中有一个标志 它当中有一个标志 就是日本的起点 过了桥 马上这里就是一角 那边就是有一个叫高島屋 前面就有高島屋 它就是日本最古老的depart 把标志 这就骑名 制作共大了 可能 走 踩 走 进一下 看一下 看呢 他别有风格 她的橱窗非常漂亮 就是一种 Christmas吧 那吃饭饭用 Department 嗯 嗨 嗨 在店内他也是要免费乘坐的 太吸引人了 还是用人工来操作的 然后在日本桥的另一头 就是大家熟知的三月 象征三月的莱雍 也戴上了圣诞帽 非常吸引路人 三月的店内也装饰的非常漂亮 Hellemis 整个商场非常美 非常高洋 然后逛日本桥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里 Murojo 摄丁 一层之间 你这样走过去它有一个Power Spot 大家随我一起去看一下 这是Murojo 右边是Murojo2 左边是Murojo1 他路边的路灯也非常漂亮 走到一个小路口就看到有这样一个神社 人家已经在排队 福德神社 喜愿 喜愿 这里就是摄丁2 然后它旁边是摄丁1 非常美 这就是新年的装饰物 日本人都有到神社来祈愿的习俗 包括新年 小孩的考高中 考大学 或者结婚生子等等 都喜欢到神社来 这里脚上 脚上 脚上还有一个小小神社 树叶也很好看的 树叶也很好看的 在设定的TELAS的广场上 今天摆放了很多圣诞的小店 现在13点10分 我非常喜欢日本橋 它又高牙又有人气 也很热闹 但不吵 东京名店 那边有一个东京名店 Nagia-san 是卖鱼的 在Murojo商场内 我还遇到了这样一个茶坊 它叫Minami Aso 是地方名 它有各种各样的茶 有不同的味道 很吸引人 还有很可爱的茶具 它是半个角度 在与面里面的 它们是lere的 材料 座面的 有些颜色 是连针 上去的 里面的 它的色彩 它们是弁曲 里面的 是 这里面 市场 是的 啊,是吧 飲口的部分 把湯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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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四千元 听了介绍 最后选择了这种杯子 好,中间 昔本来看到的 这个要剪掉 我買了2個 剛才買的沖茶和杯子 然後再隨我到二樓去逛逛吧 我買了一張 我買了一張 台灣 是嗎? 可愛的東西 這裡有很多 這裡有筍子很美味 哦!很甜 很甜 很甜 二樓有好多店 都是出售台灣製品 也非常精緻 非常吸引人 肉醬 看完 這是什麼 肉肉味 不是台灣 這個啊 小模仿 是 對 是 不可以吃嗎 不可以吃嗎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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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全部都台灣製品 有 有 有 那是木鱼 小丁鲜木鱼 為什麼要這樣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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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